索国了 索国之后的时候 导入中国那么大量的经典 其实那可不是一本两本 你看那个关系大学 那个有个叫大庭修的教授 他演的结果是 几乎四库都导过去 然后他在那认真研究 那是真正的把中国放在案台上 一点的解剖 随着两国重新恢复邦交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虽然物质上还相对匮乏 但是对于文化的渴望 已经萦绕在人民心头 文化产业部分 我们知道日本的动漫也好 等等的一种流行的文化 尤其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 可以说是席卷整个 不止东亚 全球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日本在文化上 日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动漫的话 尤其是官兰高手 对于当时80后 以后在中国年轻人的影响挺大的 感觉改变了他们对一种学生生活的认识 也改变了对日本的认识 除了让中国人民在动画中感受体育的魅力以外 日本对于中国体育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 新中国成立后遭到了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封锁 政治舞台想要发生实在是困难重重 这种环境下体育赛事成为了世界看中国的一个重要场所 说句实话在中国最开始在亚洲的乒乓球的主要的对手 甚至说是中国的老师都是来自于日本 连续缺席两届世拼赛的情况下 时任日本拼球协会会长 后来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后腾甲二力排众一 在中日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力邀中国乒乓球队出战1970年在明古屋举办的史评赛 2020年东京举办的奥运会将再一次通过体育连接两国人民 也为中日两国提供了文化输出的新机遇 圣唐文明在整个东亚影响深远 吸收了文化的东亚国家又进一步扩展了中华文化的生命 原本只是一国的文化成为了一个区域的共享文化 中日两国也在远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中更加密不可分 怎么样激活一千多年来的这些文化情节 这些情节滋养了周边民族一千多年 激活这些文化情节的话 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构建新型的周边新型的国际关系 以及亚洲的崛起 政治贡献与世界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邱宪说到中日的文化交流 有历史的渊源 包括今天我们很多的精神纽带 都是靠文化来维系的 所以您如何看中日的文化再生和拓展 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些影响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中日两国它的地理相近 地理相近 文化相近 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作为东亚民族共同的特点 而且在我们两个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上 包括日本早年是中国的学生 对吧 是东亚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学习者 从这个一路都过来两千年 所以从这一场说 我们也经常说中日两千年交往时期 真正交恶有麻烦的是过去一百五十年 前面一千八百五十年都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对从文化自信的角度 应该对中日关系有信心 但是你发现日本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当中 它是接受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的那一段 就古典的文化 对于当代的文化 所谓的当代文化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文化 在两次中日战争 尤其是后面我们称之为抗日战争 他们叫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有时候一边是杀了中国人 一边在欣赏中国的兴趣 中国的古典文化 所以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是非常的迷恋 尤其是唐朝的文化 包括前面的汉朝的文化 尤其是明朝的王阳明的兴血 在日本的人的心目当中 甚至对他后来的现代化的历史当中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当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 到了后期 明朝后期 我们也有一个衰败的过程 我们也融合进了很多的糟粕 坦致地讲这种文明 文化它是导致一个国家崛起和衰败的 至少不是决定力量 至少也是重要的陪伴 支撑力量之一 所以这对我们自己本身 中华文明自己本身 我们如何再生我们的文化 使我们的中华文化 有一个复兴 文艺复兴的过程 使它更好地与现代文明 注入现代文明的元素 这对我们来说 自己本身也是个挑战 但对日本来说 它就是迷连中国的古代的文化 好了 那么这种文化 其实到了现在和未来 依然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在相处过程 然后是一个共同的根基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今天当我们以文化自信的角度 我们中国民主 已经在崛起之后的角度 那么双方能够找到 一种共同的纽带 我认为这也是双方 一个共同的基础 包括这个一带一路 它是经济的一个交流 也是文化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当中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的 一些转变 有怎样它自己的考量 一带一路从我们中国 我理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是中国的一个倡议 对吧 既是我们人民与共同体的一个倡议 同时也是中华文明 慢慢地走向世界的一个途径之一 那我不知道从日本政府 或者日本民间 它愿意参加进一带一路 它整个这个新路转换的历程 它一开始是拒绝的 或者是抗拒的 后来慢慢到积极地参与 我不知道这里面 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来说 有多少文化的考量在里面 这一点它真的讲 深处香港 做一个远距的观察 我们还很难去把握 很难去感受它们的感觉 但是我想这里面 大概至少从日本的现实的政策和战略上 一定有它的道理 因为中华文明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 开始让日本感到焦虑 前面我们讲的国力的逆转 后来我发现 这不但是一个国力的崛起 不是一个经济体的崛起 它是一片文明的崛起 而这个文明对日本来说 过去也能够嫁及到它 无论对汉唐文化的迷恋 还对明朝王阳明学说的心痴等等 都有一定的道理 好 那既然是一片文明的崛起 那既然我无法与你抗衡 那我就积极地参与其中 对了 我想这是 我们既可以说 作为一个大国的角度 我不想用这样的词汇 但我想这既是日本的生存之道 也是一种理性务实的交往之道 不管怎么样这里面 不管你到底有多少文化的考量 战略的考量 还是现实生存的考量 还是友谊的考量 其实我觉得都有它的可取之处 其实对安倍政府来说 这两年其实遇到很多的大事件 对于政府的往前发展 来说也是很大的机遇 包括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您能够看这场体育盛事 体育从来不光是体育 体育既是体育 同时又不光是体育 要不然奥运会纯粹就作为赛事 它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重要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对东京 它已经是第二次举办奥运会 第一次1964年 今天我们到了东京去 我们发现东京塔 当然现在东京塔 已经远远被我们所超越了 当当时东京塔 那时候是二战结束 日本战败仅仅19年的时候 当它拿到奥运会的主办权的时候 才仅仅15 十四五年的时候 那时候对日本国民 这是在他们战后绝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好了 现在到现在已经55年时间过去了 1964年到现在 现在2020年 又要办一个新的东京奥运会 那么这个奥运会 肯定不是1964年 东京奥运会的一个翻版 如果说1964年 东京奥运会是它崛起里程上的一个里程碑的话 那么这个2020的东京奥运会 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现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前瞻我们很难去定位 去结构 去画像 但也许未来的历史 也许会告诉我们 这是日本在转型道路上的一个奥运会 转型道路 还继续返回亚洲 1945年以后 它要重返亚洲 对不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 如果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是它崛起制度上的奥运会 那么2020年 也就是它转型制度上的奥运会 好 谢谢邱先生 给本届东京奥运会带来新的光谱 下节我们关注一下青少年吧 青少年的交往 一会儿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讲坂的是好 非常正确实 方是知识 方是多的 我也是中国人的友人 一人 손 すごく好好的友人 所以 有点要有的 kills 本地 Diane 和经济 很快 伴侯 国家 经济 成績 伴侯 成績 还是 伴侯 这时候 也认为能够好处理想 友好的交往也体现在学术交流当中 武汉这座中日两国 曾经发生重大战役的历史重镇 迎来了一批两国的学者 展开了一次 关于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学术讨论 中日最顶级的有关中日关系研究的专家 共聚一堂来互相讨论 现阶段中日关系的一些各种面向 以及特征 乃至于展望未来的中日关系 对此中国的青年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我的第一印象是邻居吧 我觉得中国和日本 无论在心理上的距离远近 在地理上的距离 都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第一反应会是一个邻居 所以我希望之后中日之间的 特别是青少年之间多一些交流 我也希望能够到去日本 去看一看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种希望去邻国一探究竟的心态 并非今天的学生们心血来潮 两国之间的留学传统已延续千年 日本明智为今的神功 以及迅速西化 让进步青年们看到了国家变革的希望 甲午战败更是让青年们痛心疾首 曾经中日之间的留学浪潮 开始发生逆转 数以万计的留学生或公费或自费 前往日本学习先进文化 寻求救国之道 这批留学生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都成为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先锋人物 时间走到战后 随着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正常 当互相友好的口号在人们心目中扎根 想去邻国看一看的心态 就又一次成为了潮流 1984年9月 在新中国35周年大庆前夕 3000名日本青年分批陆续抵达中国 十天的行程里 他们分别游览了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中国名城 并全部在观理台上参加了新中国的35周年国庆大典 一海之隔的日本国内 中国青年也通过亲身经历 感知着这个现代化的国家 留学生的总人数不断上涨 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 累计留日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90万之多 而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 当年中国在日留学人数 已经达到了11万9450人 早稲田大学は日本で一番留学生が多い学校です 中国の留学生が一番多いですね 去年の統計では3654人が中国から 台湾も含めてですけれども来てくれています これ以外に香港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全部の62%が中国からの留学生になります 但是年轻世代間的交流 中国から大量都到日本去 这个仿日游客又出现警棚式的增长 这个2018年只达到了838万人 每四个仿日的外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他们千言目睹 慢慢慢慢就对着的亲近感觉 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人是怎样回答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把政府的船 就是海警的船派遣到我们的间隔 里面的钓鱼 这是最大的原因 年轻人是两国的未来 如何能使得年轻人之间加深了解 对未来很长时间的两国关系走向 意义深远 你们日本年轻人跟中国年轻人 那个走向和解是对你的利益 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下一个世代不能解决了 那请你们来做 多一点把战争的历史 特别是为什么日本发动了那样的战争 这方面的历史呢 好好交给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这是这个事情 在中国在日本应该好好做 他们的交流呢 应该说是中日关系 未来发展的真正的希望 国际教在明相亲 只有在交流中间呢 才能个真心向后理解 才能个好说好说偏见 那个澄清很多误解 在赴日本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给熊猫杯全日本青年 争文大赛获奖的日本青年 中岛大地复兴 并希望两国青年 可以继续加强交流 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明天 邱县其实刚才看到那个片段 我特别有感触 因为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中日双方都分别有一百名小学生 一起做交流活动 我是当中的一名 当时在公海上 我们在日本的大邮轮当中 两国的青少年 就是这样一起度过了两周的时间 一起生活 起居 学习 文化交流等等 我就想说其实那样的经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接下来对我们的下一代 都有很深的一些影响 那您觉得中日的青少年交流 一方面在教育的 我们教科书的这个层面 另外在实实在在的 现实交流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 青少年的交流肯定是未来 因为只有现在的青少年 他们感到互相吸引 不同意没关系 做朋友我们经常说 做朋友是不设前提的 如果你设前提就做不成朋友 对吧 也许我们有分歧 但只要彼此互相愿意了解 互相喜欢 慢慢慢慢做到几十年 你会发现 当两个人是朋友几十年的话 这个友谊是很牢固的 当然它是要需要很多 前提条件 像你那个年代 那些中日的青少年 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到了 人到中年了 也许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经历了纷纷纷扰老 政治的纷扰 国民情绪的纷扰 国民逆转的纷扰 也许他们的思想 也会有些变化等等 但是如果说伴随几个条件 第一 伴随一个自己的思考 这个坦率来讲 跟我们说 未来要讲到的教育 历史教育也会有关系 对吧 中日之间历史观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对历史的解读 完全是不同的 如何让日本的年轻一代 知道他们当年 曾经翻过之后 曾经走过这个弯路 关键点在哪里 它真的讲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也不是那么完美的 对不对 我们如何教会 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 教是一个方面 在教的过程当中 永远要让年轻人 去伴随着他自己 独立的思考 我再重复一下 独立的思考 光是思考没有用 而且要独立的思考 而且尤其是历史 历史都是胜利者创写的 历史都是后人 去挑选他历史 当中某一个侧面 把这个侧面放进去 把那个侧面放进去 当你教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轻机缓重 有它的比例分配 没有绝对的客观 如果说年轻人 在对历史的真相的了解 和探索当中 很多真相 他们自己去探索出来 伴随着独立的思考 那就了不得了 他也许会不同意对方 但他一定会去 站在一个双方 共同的防顶 我一直说 我们要有一个防顶理论 屋顶理论 什么叫屋顶理论 我们这样也是对话 当然我们这样是 友好的对话 如果我们两个意见不同的 这种对话是很要命的 这种对话的样子就是 我认为我永远是对的 你认为你永远是对的 这叫各说各话 互相吵架 这也是一种对话 但是假如说 我们站到我们的 共同的房顶上 我们去说 卢城 我们两家的房子在漏水了 整个房子在漏水了 我们两个站在自己家 各说各话有什么意义吗 让我们共同看看 我们的房子如何解决 当我们能够站在屋顶上 去思考问题的话 也许我会觉得 我的不一定是对的 你的也不一定是错的 我会去感受你的感受 你也会来感受我的感受 而这种互相感受 其实里面就渗透了一些 独立的思考东西在里面 假如说我们能够在 未来的中日年轻人当中 能够灌输这么一种东西的话 我相信中日是有未来的 好 下节我们关注 中日关系已经来到了 历史的新区域 究竟两国之间的交往 又面临怎样的国际局势 一些转变 一会儿见 我们下期再见 全球化概念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 席卷整个世界 人员的流动 文化的交往 经贸的往来 国界上的限制正在逐渐减少 人们看世界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太空之中 眼中不再有疆域的划分 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 现在有全球的产业链 全球的工业链 全球的价值链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损俱损 一龙俱龙这种观念 我觉得会越来越深入人心 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这个倡想数年间经历发展充实 目前已经成为区域间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 倡议贯穿欧亚大陆 东达亚太经济圈 西街欧洲经济权 同为东亚重要经济体的日本 态度也从原本的认为是有潜力的构想 逐渐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今年四月份五月份一带一路的峰会第二次开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习主席的讲话 讲话里提到了很多安倍首相说的那样的东西 比如说透明性 开放性 中方也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等等 所以已经有这种很好的交流的我觉得是结果 所以我认为这种大大社会的新竞争 成为大大社会的新竞争 成为中国的新竞争 虽然两国在东亚有着积极的发展 但中日关系发展当中 大洋彼岸始终有一股力量 在影响着这两个国家 中日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两国间的关系 双边关系受到外部块钱 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中美日三国之间互相影响 互相制衡 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国 日美安保条约将两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美贸易战硝烟未散的时刻 如何能在世界两大国家间取得平衡 也是日本方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可是当中美关系恶化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 我是觉得肯定是会有的 当如果美国要全方面来遏制中国 所谓的新冷战 那么难道日本能够继续向中国靠近吗 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所以如何取得这样一个平衡点 是目前日本的领导人 也相信是未来的日本领导人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2019年6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大板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又一次坐在一起 虽然由美国优先在前 但各国仍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 继续着前进脚步 中国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保持市场开放 实现互利共赢 这次J20的峰会 中国与与与会的各国 能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 能够谋求更多的共同利益 寻求更多的发展的这种渠道 共同地来推进我们所期待的 国际关系秩序的构建 中日两国间有着千年交往的历史 当中虽偶有摩擦 但交流与合作的基调却始终不变 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今天 继续诚恳地对话与学习 两国间的良好势头将继续维持下去 两个国家既有相同的优势 同时还有不同的优势 我们可以更好地互补 来促进中国和日本 对世界和亚洲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と日本はずっと一緒にある国ですから 対立をする時もあれば ずっと協力をするという関係が 一度もそれがなくなった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ね ずっと昔か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